在英国,议会大厦防护蓝色撞击事件发生后,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,对此事做出了回应。 他将开车的驾驶员称作动物,北京时间14月19点42分,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,伦多尔又发生恐袭了,这些动物真疯狂,他表示,必须对强有力的措施加以应对。 彭台新闻稍早时候报道,当地时间14月7时37分,北京时间14时37分,一辆汽车冲撞运会大厦,旁的防护栅栏,武装警察抵达现场,将驾车的男子逮捕,事件造成数名行人受伤,但并不严重,是八地区随后进行疏散并封锁。 稍晚时候,英国伦敦警方当天发布消息称,现阶段正对此以恐怖事件进行对待,反恐小组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。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,有目击车车,当时轿车开的速度非常快,不过,BBC车,车上出驾驶员晚,没有其他人,也没有发现武器。 去年3月22日,一名男子曾开车,在议会大厦附近的威斯敏斯特桥上,一路冲撞行人,最后撞向议会大厦北侧的栅栏,通造成四人死亡,二十多人受伤。 此后,英国议会大厦周围,设置了钢筋和昏凝土的安全屏障,防止汽车冲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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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